其实因为我的抓法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是出入门的话 应该这一方法应该已经算够简单了 而且很好理解 就是反正一层一层的去抓就对了 所以第一个呢 一样是什么 就是Yahoo的这个网址给他 然后一样用Beautiful Ship 把它爬过来 变一个SP的物件 那里面的话呢 当然你一个A 不过你要 你这样怎么爬 有时候还是要变通 你不能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那比如我怎么按右键 有没有检查 OK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 那你就跳过来之后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时候滑鼠也不要乱动 因为他会告诉你 你目前的这一个东西 它在这个原始码里面的哪个位置 那你就要首先观察 他告诉你讲说SPAN 不过理论上啦 我们如果只要抓里面的什么 里面的这个字的话 其实用SPAN CLASS这个就可以了 OK 因为为什么用A 因为我如果要连超连结要抓的话 才要再往上一层 因为它是一个Tree 树状 这一层分出去 可能一个 那个超连结里面会有很多个SPAN 有没有 所以你要再往上 如果说我只要抓什么 抓那个很单纯的里面这个字的话 那你只要怎么样 SPAN 有没有 所以这有点像填空题啦 你就把这边改成SPAN SPAN 然后直接把它贴上到这边来 OK 贴上喔 好 这样的话呢 当然其他的后面部分一样 你可以先FAN 其中一个啦 或FAN 好啦 反正之后 习惯之后啊 你就一次拳 不过失败率很高 也许啊 我们先把它 然后里面的标题 但是你会发现 这等一下我先抓一个 这样比较保险 刚问题为什么要抓 那个 用改A 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会发现喔 如果把它print ST好了 假设这个东西 print出来之后的话呢 那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它里面的话 它会出现 我们这一串SPAN 有没有 OK 如果你把它改成 .tst 这样OK呢 执行 理论上应该OK 就是里面的字嘛 对不对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现在是要假设 如果你要字 这样就回到此为止 就OK了 但是如果今天呢 我希望抓到什么 抓到是它的那个 HREF 就是它的超连结的话 那目前呢 当然一样嘛 你用GET GET什么呢 GET它的HREF 所以跟刚刚一样嘛 HREF 那如果你现在把它GET 会怎么样 它里面有吗 没有 没有的话 高是什么 诶 那 没有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部分其实是 你如果要的东西是在上一层的话 你就要可能在怎么样 接下来就要往上去追踪了 所以这边这个是下一层哦 那记得往上看一下 它的位置 有没有 再上一层哦 而且我是觉得你慢慢习惯 因为这个画面有时候很容易就跑掉 那我是建议这边有一个什么 收折的这个箭头 有没有 它在他下一层 有没有 有的时候你就点一下就知道了 它的上一层就是它的副层 它爸爸那一层 OK 超连 有超连结 所以呢 我现在改变策略 我不要抓spend 我要抓它上面一层 所以上面一层的话呢 记得哦 就是一定要是A 所以这边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改一下A 改成A 那我要知道一般是class 它是哪一个class 所以其实一样 A 不过这别注意哦 它有时候 HRE 像刚刚HREF是在后面 class在前面 不过一般应该是先HREF 再class 所以哦 你慢慢习惯 因为每一个人写法不一样 所以你要往后看 超连结有了class在后面 所以这边的话 有没有看到class 点两下 诶 这边就看到class 那基本上把它复制一下 一般这个class名称 有的时候很长一串 但是你会发现它有共通的 叫Story Title 有没有 前面这些也许它 我有试过啦 把它删掉 其实也可以啦 所以这部分的话 当然我们就 试一下 诶这个部分 当然你可以这个get过来 主要是有没有超连结 把它执行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超连结啊 诶 有了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呢 它里面呢 应该也会有这个TXT 文字有了 超连结有了 那就是我们要的 所以有的时候 你不能说G 只有在那个下面这一层 你也可以往上 甚至再往上 要不然就是再往下 往下 有的时候其实就有要针对你要的资料去找 不是说你纯粹只是找到你要的那个位置 OK 那我们完成之后接下来怎么样 再利用Find all OK 就把这边加一个Find all 全部帮我找出来 包含这class里面 帮我怎么样 全部放在一个list里面 那我再利用这个list怎么样呢 帮我逐一个 就跟刚刚一样 把逐一个一个的这个资料 再帮我把资料里面呢 标题抓出来 超连结抓出来 并且秀在下方 OK 那就执行一下 诶 理论上 这样应该 诶 OK 马上就显示出来了 就这样子 其实这边其实也可以 就后面 也许你可以试着再塞到 那个database 或者是把这些资料 再转存在另外的地方 也许可以把它输出成一个csv档 或之类的 OK 那请各位再试一下 这个部分做完之后 也许可以试试看 我后面好像还有其他练习题 其他还有什么 这个做完 之前我练习 我把画面截下来的时候 是看到那个 机车瀑布 真的那个他把它录下 这好恐怖 感觉有点那种 而且很厉害啊 这么多摩托车 居然也可以很有顺序的 那个一台阶一个 而且 太厉害了 这已经上了国际新闻了 OK 这边底下就是刚刚的硕士 再来就是et today 其实如果你用et today的什么 热门新闻 其实应该也OK 这也都差不了多少 et today 那et today里面的话 当然他的资料也很多 如果说我今天我希望怎么样 把热门新闻把它抓下来 这地方该怎么做 et today 进到首页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先把那个 雅虎的新闻 先把它这个抓下来 练习一下 那你也可以改变一个策略啊 比如说你想要抓的东西是在别的地方 没关系 你也可以try一下 主要是利用这种方式去了解 如果你的资料在各个网页里面 那你有什么方式 可以很快的把你要的资料呢 把它抓到python里面 才有办法做后续的应用